万众期待的丧尸惊悚大片终于来了 刚上映就获得9.4的高分 成熟大叔加上机智小萝莉 绝对会给丧尸末日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2003年的一个夏天 普通高中生沙拉像往常一样结束一天的课程 不过她并没有马上回家 而是来到一家钟表修理店 今天是她父亲的生日 所以打算修好对方最心爱的手表作为生日礼物 店外的警车不断呼啸而过 沙拉早就习以为常 因为最近频繁出现各种伤人事件 修理店老板娘却显得格外紧张 准备提前打烊 她觉得今天警车又增多了 好在父亲的手表已经修理完成 沙拉就这样被赶出了店铺 因为父亲还没有下班 她便习惯性的来到邻居家串门 发现宠物狗一直在盯着瘫痪的邻居老太太 沙拉没有多想 刚刚走出邻居家 便看到几家战机呼啸而过 她的心中有些发毛 难道今天真的有事发生 一直等到晚上十点多 父亲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 没有生日蛋糕 没有亲朋好友的祝福 但是有女儿修好的手表作为生日礼物 这让父亲乔二十分感动 父女啊就这样看着电视直到深夜 乔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原来是她的弟弟汤米 殴打了一位突然发狂的家伙 如今蹲在橘子里 需要哥哥前去保释 乔二的心中有些焦急 安置好熟睡的女儿后便匆匆出门了 水汁没过多久 沙拉被直升机的轰鸣声吵醒 女孩走下楼打开电视 全台都是官方的紧急通知 呼吁市民待在家中不要出去 沙拉打算将她送回邻居家 谁知刚到门口 宠物狗便惊恐地跑向远方 看着邻居家敞开的房门 沙拉好奇地走了进去 随即便发现一滩粘稠的血迹 不远处还躺着奄奄一息的邻居老大爷 小女孩满是惊恐 不知如何是好 走廊中忽然传来稀碎的响动 居然是瘫痪的邻居老太太正在舔尸血迹 嘴里还填满了绒状物质 沙拉吓得连连后退 飞快朝着屋外跑去 在门口恰好遇到刚刚归来的父亲 却不想邻居老太太也追了出来 乔二没有多想 直接一板斧将她打倒在底 小女孩吓得说不出话来 可父亲在回来的路上 已经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连忙将女儿送上小货车 催促弟弟赶紧开车 此时马路上已经出现零星的感染者 到处都能看到呼啸而过的警车 沙拉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此时的乔二也是一知半解 之前收音机播报 可能是一种真菌导致的感染 能让人陷入癫狂状态 他打算先行逃离这里再说 公路上一直有人求救 乔二抵了心不让弟弟停车 即使对方是个孩子也不行 可就要出城时 公路发生大堵车 弟弟汤米只好从荒地绕路 谁知正前方也被军方封锁 结果东绕西绕之下 几人来到一处郊区小镇 却不想这里的情况更加糟糕 难道是世界末日来临了吗 马路上全是狂躁的感染者 和四处逃窜的人群 一架飞机突然从天而降 砸在路边引起剧烈爆炸 当乔二醒来后 发现女儿的腿部受伤了 好不容易将她扶到路面 一辆失控警车突然撞来 墙边的汤米瞬间被大火封锁 这里实在太乱了 他让哥哥先走不要管自己 到时候大家去河边会合 乔二欣喜女儿的安危 连忙抱着她朝着郊外走去 路上到处都是啃食人类的感染者 情况比之前更加糟糕了 父女俩很快被一名感染者盯上 乔二只能逃进最近的仓馆 实际对方的速度奇怪 一直跟在后面穷追不舍 乔二使尽全身力气 从餐馆后门逃出 即将被追上时 突然枪声响起 感染者应声倒地 原来是名巡逻的军人 恰好经过这里 可对方看见受伤的沙拉后 立刻变得紧张起来 用对讲机请示完上级 居然直接举枪射击 乔二本能地带着女儿翻滚 看看躲过射击 可对方还想上来补枪 忽然有人从后面开枪将她击到 原来是弟弟汤米赶到了 乔二看了看伤口 子弹只是轻轻擦过 可她的女儿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大量血迹从她的腹部流出 口中还在急促地喘着粗气 乔二哭喊着赶紧去医院 弟弟却满脸悲气待在原地没动 因为沙拉已经没了呼吸 转眼来到20年后 人类迟迟无法研制出解药和疫苗 未知真菌在地球上疯狂肆虐 如今四处都是一派末日景象 官方只能在幸存者密集的地方建立隔离区 时不时还会接受一些来自荒野的人类 只要仪器检测出没有感染 隔离区便会将其接纳 只是里面的生活早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便是严苛的律法 比如不得扰乱秩序 不能随意出入隔离区等等 只要触犯任何一条 抓到便处于死刑 这就是丧尸末日下的残酷生活 普通幸存者要想生存下去 只能通过卖苦力来换取类似货币的配记卡 男主乔二在这里搬运一天尸体 赚取的配记卡也只够吃上三顿饭而已 好在他还有自己的渠道 能够弄到一些镇定类药片 将他们售卖给经常失眠的士兵 可以获取一些额外收益 现在乔二最担忧的 便是自己的弟弟汤米 对方外出执行任务 已经整整三周没有应许 得到好处的塔台负责人告诉乔二 汤米最后一次发回来的消息 是通过科斯塔台传达的 乔二也不废话 立刻回家查看科斯塔台的具体位置 如果弟弟出现意外 一定就在这附近 如今的世道非常乱 不但有嗜血狂躁的感染者 强盗土匪也是遍地开花 就连隔离区内也有不少反抗组织 其中就以火营的实力最为强大 可乔二却顾不上这些 此时最想做的就是出去寻找弟弟 谁知第二天一大早 乔二的伴侣泰斯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 之前购买的汽车电池被人抢了 如今人类科技已经严重倒退 不仅仅是汽油 连汽车电池都变成了稀缺资源 乔二的心中猛的一尘 如果没有汽车 他们根本无法出去寻找弟弟 如今只能想办法将电池抢回来 两人在市场上花了不少钱 总算打听到那帮劫匪的老巢所在 可当他们通过下手道抵达目的地时 四周静悄悄的好像很久没人居住 泰斯忽然发出一声惊叫 原来墙壁上残留着一具感染者尸海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真君居然自行冒了出来 两人搜遍了每个角落 终于发现了一条隐藏的暗道 可惜镜头被一扇体门堵死 乔二发现门缝中有血迹渗出 心中立刻意识到不妙 用力推开门后 发现走廊中躺了一地的尸体 抢走电池的劫匪就在其中 乔二用手电照了照 发现电池已经损坏 他还没来得及沮丧 发现过到深处传来动静 有两个人搀扶着缓缓前行 一道身影突然吃刀冲了出来 乔二更惊一看 居然是个十来岁的孩子 而前方的两人也转过头来 双方齐齐松了一口气 原来他们之前打过几次交道 对方正是这个隔离区的反抗军 火赢的首领马林 劫匪抢到电池后 想要和他交易 打算黑吃黑时却被反杀 不过首领马林也深受重伤 他知道乔二是退伍军人出身 于是提出一个交易请求 那就是委托乔二将身前的小女孩 送往另一个隔离区的议会大厦 报酬便是大量武器和汽车电池 乔二和泰斯商量一番 觉得这个交易很划算 目的地其实并不远 只有获得报酬 他们才能前往更远的地方寻找弟弟 临走前首领马林用近乎哀求的语气 叮嘱乔二 请务必将人送到目的地 他对整个人类都很重要 于是就这样 小女孩爱力跟着乔二回到了住处 乔二对他的身份有些好奇 可小女孩却十分聪明和警惕 几乎快把乔二砍晕了 也没透露任何身份信息 当夜色降临时 整片隔离区开始实行宵禁 乔二和泰斯则带着来历 通过下水道顺利来到隔离区外 夫妻俩显然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 轻车输入地躲避着巡逻士兵的探查 当几人穿过一处房屋时 却不想被一名方便的士兵发现 乔二根本不敢反抗 只能乖乖奔下来束手就擒 士兵正打算给莱莉查验身份和感染情况时 小女孩突然抱起反抗 这一行为彻底将士兵激怒 乔二回想起20年前相似的场景 于是猛了上前将士兵扑倒 一拳又一拳直到士兵彻底没了反应 就在这时 泰斯举起检测仪大喊出声 莱莉被感染了 小女孩拼命解释 伤口已经过去三周 她到现在还没狂化 乔二此时也顾不上这个 因为其他士兵很快就会赶来 还是先行离开再说 以上就是最后生还者的第一期内容 恐怖真军肆虐大帝 未来世界化为末日废土 男主乔二为了获得燃料电池 接下了护送小女孩 前往隔离区外荒野的任务 水质刚出发没多久 乔二便发现女孩艾莉被感染了 男人强忍心中担忧 先带她远离了隔离区 直到抵达荒原的一处安全屋 才选择摊牌 你身上的伤口是怎么回事 艾莉撸起嗅管表示 自己虽然被咬了 但伤口并没有感染 起初毁营的首领马铃也有同样顾虑 把她关在房间中将近三周时间 每天都要测试健康状态 直到最近的伤口痊愈了才放她出来 乔二这些年经历了太多事 认为艾莉迟早都会变异 不如放弃任务带她回隔离区算了 就当她在一旁啃着难吃的风干肉时 艾莉却从背包中掏出了一块美味的三明治 这是马铃特意为她准备的 泰斯见了心中一动 上前询问为什么马铃如此看重你 三明治在隔离区可是顶级奢侈品 艾莉犹豫一番 终于说出了此行的目的 原来马铃经过多天测试 确定艾莉能够免疫感染 而西边的火银分布 恰好有个研制解药的专家 所以马铃才委托乔尔 将艾莉送到那边去 小女孩也许是找到疫苗的关键 想不到艾莉对火银如此重要 那么这趟护送任务的报酬就稳了 三人总算达成一致意见 继续出发前往火银分布的一回大厦 这是艾莉出生后 第一次看清荒野区的全貌 虽然高楼大厦早已破败不堪 可却丝毫掩盖不住曾经的辉煌 乔尔对此见怪不怪 显然不是第一次来到荒野区域 他说萤火分布就在大楼对面 直接穿行虽然快 但是里面藏着许多感染者 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还是选择了绕行 艾莉既兴奋又好奇 不是说野外有许多感染者吗 怎么到现在还没遇到 泰斯突然反应过来 你没来过荒野 那是如何被咬伤的 艾莉说是在隔离区云处封闭的商场内 泰斯知道这个地方 是对策局对外宣称的境地 随后便看了一眼乔二 仿佛在说艾莉可不是听话的乖宝宝 忽然几人同时停下脚步 远方传来若有若闻的嘶吼声 泰斯紧张地四处张望 连忙加快了前行的脚步 众人很快来到一处荒废的大厦内 他们必须穿过这里才能前往对面截区 好在积水并不深 艾莉惊奇地左顾右盼 一具人类尸骨突然翻出水面 乔二连忙上前 确认没有危险后 才让大家继续赶入 随后三人抵达一处封闭的过道 泰斯率先钻了进去 随时之间的空间很大 几人轻易穿过障碍物 最终来到顶楼天桥 可他们的脸上很快开始凝重起来 正前方的街道上 堆满了残暴失血的感染者 因为体内真菌的存在 他们能够轻易赶至方圆几百米土地上的动静 想要悄无声息的绕行几乎不可能 男主一行人只能换个方向 选择相对安全的教堂区 这里的墙壁上沾满了枯萎的真菌 里面很有可能躲藏着感染者 几人不敢大意 纷纷掏出武器 教堂的大门是敞开的 乔尔打头阵 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 灯光扫过之处 全是枯萎的感染者和真菌 忽然一具人类尸体出现在眼前 乔尔猜测对方应该在外遇到感染者 所以才跑进来避难的 艾莉却觉得有些不对劲 这个男人又是怎么死的呢 乔尔的脸色顿时一变 连忙叮嘱艾莉住嘴 千万不要发出任何声音 就连上楼梯时 他们也变得异常小心 巧儿此时已经确定 教堂中肯定藏有真菌感染者 随着楼层越来越高 枯萎的真菌和尸体也越来越多 这让他们有种身处乱葬岗的感觉 艾莉不小心踩到一截枯萎的手臂 发出的脆响让几人冷汗直冒 左右看了看 好在没有引来感染者 可他们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靠门的墙壁突然踏放 滴落的碎石堵死了后路 几人全都屏住呼吸不敢出声 忽然一道沟楼的身影走了进来 巧儿的脸色苍白 招呼众人躲在柜子后 这种感染者对声音十分敏感 千万不要发出任何动静 整个大厅都回荡着感染者的怪异四吼声 艾莉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 忍不住呼吸中了些 巧儿赶忙举枪射击 谁知黑暗中又冲出来一具感染者 三人很快在混乱中走散 全都自顾自地躲了起来 巧儿担心艾莉的安全 小心避过感染者后 总算发现了他的身影 就当二人准备离开时 巧儿不慎踩到了地上的玻璃碎片 感染者立刻闻醒过来 巧儿来忙开枪将其爆头 可很快又有一名感染者出现 躲在一旁的泰斯及时出手 用斧头破坏了他的听力 巧儿配合着举枪射击 总算全灭了感染者 倒霉的艾莉再次被咬伤 可他却跟没事人一样 显然对自己的免疫体制十分自信 而泰斯也在刚刚一站中不小心崴了脚 虽然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伤 可不知为何 他的脸色变得无比阴沉 快步追上正在看风景的巧儿和艾莉 连连叮嘱快些赶入 越过教堂区域后 只要穿过这条街道 便能抵达目的地了 艾莉有些好奇 眼前的深坑是怎么来的 泰斯停下脚步 告诉他这是真军爆发初期造成的 画面来到2003年夏天的某座城市 一位顶尖的真军学教授正在制造餐 几名军人忽然来到餐馆 将他接到一所秘密实验室 负责的军官也不废话 直接让教授看看显微镜下的样本 后者很快认出这是一种现虫草军 当军官说他是从人体内提取出来的后 女教授的表情立刻变得严肃无比 因为虫草军是无法在人体内生存的 军官也没解释 立刻将他带进一间隔离室 这里躺着一具死去多时的尸体 教授简单观察一阵 很快看到尸体脚踝出的咬痕 用刀切开之后 发现里面长满了真菌 接着他用钳子在对方嘴中探了探 居然掏出几缕还在蠕动的线体真菌 女教授下的飞快逃出实验室 军官连忙递上一杯水 快为女教授镇定一些 这具尸体是几天前在一家面粉厂发现的 诺记者说当时有位工人突然发狂 接连咬死了好几名同事 女教授的手突然颤抖起来 显然这种真菌已经扩散开来 因为之前从未在人体内发现过 所以没有解药也没有疫苗 唯一阻止的办法 就是将这座城市彻底毁灭 艾力看着眼前的导弹坑久久无语 生在隔离区的他实在无法想象 人类在真菌爆发初期 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痛苦磨难 之后的路程还算顺利 乔二一行人终于抵达火影分部 他们不敢贸然闯入 而是先检查了停在门口的货车 座位上的血界让乔二升起不好的预感 随后他便在车轮下发现一位人类尸体 泰斯的脸色突然一变 连忙拉着艾力冲入大厅内 只见地上躺满了尸体 想不到萤火分布的反抗军全都死了 乔二发现其中有名感染者 这也许就是他们团灭的原因 泰斯却显得一场愤怒 他不敢护送任务就这样失败了 艾力忽然插了去 泰斯被感染了 果不其然 他刚刚在教堂中被感染者要伤了 体内的真菌已经开始扩散 与之相反的是 艾力被咬的伤口基本愈合 说明他的体内真的存在抗体 泰斯变得激动起来 叮嘱乔尔将艾力送到比尔和弗兰克那里去 这也许是开发疫苗的唯一希望 就在这时 地上的一名感染者忽然动了起来 乔尔立刻上前一枪解决 可对方体内的真菌还在缓缓入洞 不远处的感染者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纷纷站起身大声咆哮起来 乔尔察觉到不妙 立刻跑出去查看 发现大量感染者正朝这边冲来 泰斯的眼神坚定 用力推翻大厅内的汽油桶 又将武器弹药撒满一地 他让乔尔带着艾力先走 自己留下来断后 乔尔虽然心中不舍 但还是拽着小女孩朝后门跑去 听着逐渐接近的嘶吼声 泰斯连忙掏出打火机 可惜感染者都已经冲进来了 打火机却一直点不着 因为他被感染的缘故 暂时没有受到攻击 这才有时间不停尝试 总算在最后关头点火成功 建筑外的乔尔和艾力 看着熊熊燃烧的大火 眼中满是悲痛和不舍 他们就这样失去了一位同伴 也许这才是末日荒原中的残酷 以上就是最后生还者的第二集内容 末日世界丧尸横行 幸存人类艰难求生 大家好我是阿琪 今天继续带来最后生还者的第三集内容 上集收到泰斯为了同伴的安危 点燃了柴油桶和丧尸群同归于尽 此后的路程 乔尔一直处于沉默当中 因为他早就认定 泰斯就是陪自己共度世界末日的女人 小女孩来历史在看不下去了 他觉得世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乔尔要做的就是完成泰斯还没来得及做的事情 这番话像是点醒了对方 开口催促莱莉赶紧出发 他们要去找隔离区外的好友比尔求助 中途两人经过一处农场 这是乔尔藏匿不计品的中转站 只不过时间隔得有点久 他也要四处找找才行 从未出过隔离区的莱莉左顾右盼 无意中发现一个储藏室 他有些激动地跳了进去 可惜置物架上早就空空无野 唯一的收获便是一盒卫生棉 忽然角落里传来嘶吼声 灯光照去 居然是只压在石队中的感染者 莱莉有些紧张地慢慢靠近 发现对方并没有想象中的可怕 只见她在对方脸上轻轻一滑 接着便用力插了下去 整个过程小女孩始终面不改色 仿佛只是做了一件不值一体的小事 此时的比尔已经收拾好物资 想了想又将一把长枪放了回去 因为她的子弹很难找 实用性并不高 随后两人继续上路 莱莉对路边的飞机残骸十分向往 她很羡慕那些体验过飞行的人们 乔尔立刻出演打击 结果他们都死了 这句话再次勾起莱莉的求知欲 她想知道末日来临前 第一个待人者是如何出现的 乔尔摇摇头 也许是便以真君通过小麦进入人类的食物链 03年9月26号的晚上 就有不少人患病 然后开始疯狂咬人 两人说话间 不知不觉来个一处土坑旁 里面堆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类尸海 莱莉的眼中满是震撼与不解 乔尔却是见惯不惯 他说真君开始大面积传播时 军方组织所有居民前往隔离区 可惜那里很快就被塞满 于是这些居民全被处决丢弃在土坑中 在有些管理者看来 普通居民即便是死的也好过被感染 不过凡事总有例外 大胡子比尔并没有和其他居民一样 前往官方组织的隔离区 他是一个极端的末世主义者 便以真君爆发前 比尔就在家中储备了大量物资 他的心中万分笃定 末日来临时 想要生存下去只有靠自己 当整个小镇只剩下比尔一人时 他准备开始建立防御工事 如何能在丧失横行的末日下存活 这个男人的做法堪称教科书 汽油燃料是必不可少的物资 必须储备足够多 可再生的家禽蔬菜也得提早准备 而最关键的 就是用铁丝网和木头 堵在小镇的必经之路上 当然爱卫还得设置一些小陷阱 比尔就这样惬意地生活了四年 直到某天有人跌入了格里往外的陷阱 比尔好奇地跑出去查看 对方同样是个大胡子 名字叫做弗兰克 他和同伴们从格里去逃出来 抵达这里时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比尔实在受不了弗兰克的哭惨哀求 确认对方没有感染后 便答应给他提供一顿晚餐 弗兰克一个劲的感慨 这是他四年来吃过的最美味食物 比尔坐着没说话 只想着弗兰克赶紧离开 谁知对方看到客厅的钢琴后 居然忍不住兴致大发 打断了弗兰克的演奏 他要让对方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琴声 柔美的曲调再次响起 配合着比尔润显低沉的嗓音 弗兰克在旁听的如痴如醉 他感受到了比尔融入歌声的孤寂 心中不由地产生强烈共鸣 而比尔像是打破心房的寿惊小鸟 半推半就地接纳了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 两人就这样一起生活了三年 他们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显现 比尔是个标准的宅男 而弗兰克却是耐不住寂寞的人 他宁愿去打扫街上的商店 也不想待在加州 期间还通过无线店 认识了身在隔离区的泰斯和乔尔 比尔起初对二人态度并不友好 可乔尔一开口就帮比尔解决了大麻烦 钢丝维兰等防御措施已经开始修饰损患 他可以从隔离区带出一些新的物资相互交换 这让比尔二人再次品尝到不少互别已久的美食 这次双方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 这天乔尔突然告诫比尔 钢丝护兰克已挡住感染者 可却防不住别有用心的人类 想不到这番话很快成为现实 当天夜里 一帮全副武装的劫匪抵达小镇边缘 好在防御陷阱及时启动 熟睡的弗兰克很快便被冲天火光惊醒 他在房间里找了一圈 并未发现比尔的身影 原来他已经跑去外面迎敌了 弗兰克大声呼叫比尔赶紧回来 随之下一刻 对方便被子弹击中 弗兰克连忙搀扶着他回到屋内 比尔的腹部正在不停流血 他感觉自己快不行了 劝心上人赶紧离开去找乔尔 弗兰克没有回话 只是紧紧握着比尔冰凉无力的双手 转眼间十年过去了 想不到比尔并没有在那玩四驱 两人如今已经满头白发 弗兰克更是患上了严重疾病 连一些基本的自理能力都丧失了 比尔则主动承担下了所有 他们的生活虽然已经不如过去那般充满活力 可在平淡间多了几分默契 只不过弗兰克不想拖累比尔 他决定在今天晚上结束自己的生命 比尔虽然心中不舍 可却坚定地支持爱人的所有决定 弗兰克感动了两眼含泪 他说自己跟比尔一起过的美妙日子 比跟任何人都多 今天他想度过最美妙的一天 比尔如何忍心拒绝爱人的请求 于是他推着弗兰克漫步在小镇上的步行街 他们欣赏了一起种植的小白花 回过了两人第一次见面的地点 随后便挑了两套最合身的其中 在落日余晖的见证下 相互交换了戒指 当夜幕降临 比尔再次为弗兰克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美味 犹如两人第一次一起用餐一样 弗兰克再次露出满足微笑 他说今天是自己人生中最美妙的日子 比尔不敢抬头看他 只是默默地将药粉混入酒杯中 弗兰克留念地看了一眼比尔 最后将满杯红酒一眼而尽 比尔说其实他早就在两人的酒杯中放药了 能跟心爱的人一起死去 他已经很满足了 说完后两人便互相看着对方 忍不住笑了出来 借着昏暗的灯光 比尔推着弗兰克默默朝着卧室走去 而此时的乔尔和莱莉 已经来到比尔的小镇 利用密码打开铁门后 乔尔看见了比尔家门口枯萎的话朵 心中顿时生出不好预感 尤其是看见餐桌上变质的食物后 他连忙跑去比尔的卧室 却发现房门繁琐着 这时候艾莉看到桌上的信件和钥匙 这是比尔留下的遗书 他让乔尔别去卧室了 里面的味道可能会很难问 比尔觉得乔尔是唯一懂自己的人 当所有人死去时 比尔的内心没有任何波澜 直到他遇到弗兰克 这个值得自己用一生去守护的人 所以他要将所有武器和汽车留给乔尔 让对方继续守护心爱之人 可比尔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泰斯已经死了 乔尔的内心泛着道不清的苦楚 看着比尔留下的钥匙 男人打开了仓库大门 里面停着一辆蛮好的小货车 只要电池充满电便能开走 乔尔再次确认莱莉没有被感染 接着便说出了今后的打算 他要去怀俄明州寻找亲弟弟 对方曾经是火婴成员 也许能带莱莉前往附近的使人室 小女孩自然点头同意 乔尔叮嘱她一定得听自己的话 前往不要泄露身份和手上的伤疤 随后两人便来到地下室 这里摆满了整整一面墙的武器 莱莉忍不住感慨 比尔真是一个狠角色 而且这里的生活物资也是一应俱全 乔尔然莱莉尽可能的多待一些 谁知小女孩超过完成任务 居然将一把手枪悄悄塞进自己的背包中 当一切准备妥当 两人坐上了充满电的汽车 乔尔贴心的替第一次坐车的莱莉系上安全带 随后便油门一踩 快速朝着弟弟所在的怀俄明州驶去 他们也将开启一段新的冒险之旅 以上就是最后生还者的第三集内容 未知真君席卷全球 整个世界一副末日景象 男主乔尔带着小女孩艾莉 一路向西前往怀俄明州寻找弟弟 因为路途遥远 他们每经过一处加油站 必须停下来收集汽油 道路两边虽然停着不少飞汽汽车 但是年代久远 邮箱中的汽油早就挥发殆尽 一天一夜的旅程 让艾莉的新鲜感所剩无几 他在后座找到一盘子带 车里很快传出古老优扬的歌曲 随后艾莉又找到一本男士杂志 乔尔心中大喜 让他赶紧扔掉不要看 看样子他比表面上成熟的多 乔尔全程尽量选择高速公路 遇到阻拦或者感染者的几率要小很多 只有道路两旁的残缺建筑物 像在诉说着曾经的凄惨与混乱 当夜幕即将降临 乔尔将车驶离了公路 特意钻进一片茂盛的树林中 虽然这里远离城市 很难遇到感染者 但他们也不敢生活做饭 只能使用一些没有变质的罐头 乔尔这些年经历的太多 心中十分清楚 有时候活着的人类要比感染者可怕得多 两人打好地铺刚刚准备睡觉 艾莉突然惊诧地开口询问 稻草人为什么会得奖 乔尔不以为然 想了想收到 因为他在田地领域很突出 突如其来的冷笑话 莫名地让乔尔轻松不少 不过他并未因此放松警惕 顺利休息一晚后 乔尔习惯性地煮了一杯难喝的咖啡 随后两人继续赶入 艾莉查了茶地图 距离目的地还有一天一夜的路程 他突然对要去寻找的乔尔弟弟十分感兴趣 男人也没隐瞒 他说弟弟汤米成天想着拯救世界 高中一毕业就选择了参军 真军爆发后 乔尔为了保护他 于是也加入了汤米的队伍 一起前往波士顿 在那里乔尔认识了泰斯 而汤米则认识了马林 顺便转投入了火影组织 他总觉得弟弟总在痴心妄想拯救世界 艾莉突然反问出声 如果没有希望大家为什么还活着 乔尔想了想 他的希望是为了保护亲人 所以才去寻找弟弟比尔 艾莉心中微动 我算是你的亲人吗 乔尔实话实说 你只能算是货物 但他答应过泰斯要保护艾莉的 两人说话间 道路两旁的废弃车辆越来越多 乔尔不得不停下汽车 因为前方的道路被货车堵死了 男人小心翼翼的打量四周 仅凭现在的条件 根本无法清除障碍 唯一的办法只能选择绕行 可这样的话 他们不得不势力高速 横穿附近的人类城市 这里可比原先的道路危险许多 尸体焚烧的痕迹随处可见 艾莉突然看到一处废弃的隔离区 一位受伤的人类跑来求救 男人想都没想 招呼女孩系好安全带 接着便一脚油门冲了上去 却不想周边早就不好埋伏 汽车轮胎瞬间被戳破 随后便撞进一家便利店 乔尔知道 自己遇到劫匪团伙了 这在末日下十分常见 密集的子弹不断呼啸而过 乔尔大吼一声 迅速起身开枪反击 艾莉则趁机躲进对面墙壁的小洞中 当外面的枪声结束 敌人总算全被歼灭 乔尔刚准备更换子弹 忽然后门有人炒弱 猝不及防之下 他被对方紧紧勒住脖子 躲在墙后的艾莉意识到 乔尔快要坚持不住了 于是他默默掏出私藏的手枪 毫不犹豫地扣下扳击 宠如男子腿部中枪 不停哀求俩人不要杀掉自己 外面的求饶声戛然而止 艾莉知道乔尔杀掉了闯入男子 但他却装成为是人模样 小女孩甚至末日生存法则 不能留有丝毫怜悯和仁慈 乔尔有些诧异她的觉悟 也没在出声解释 但无知急还是离开这里比较好 果不其然 刚刚的枪战很快引起当地武装的注意 一大帮持枪民众围在几具尸体旁 有人判断这是外来人员干的 领头的女子凯瑟琳高度紧张 认为很有可能是老对头亨利叫来的援兵 随后便召集所有手下 务必抓到这些捣乱的家伙 其实这也怪不得凯瑟琳过分谨慎 因为他前不久刚刚率领底层民众 推翻了官方建立的隔离区 目前还有几名负责人在逃 其中亨利带着无线电 必须及时将他抓捕才行 所有反抗军开始挨家挨父的搜索 躲在民宅中的乔尔有些担心 夜晚来临前他们必须离开这里 如今只能坐在原地等待了 乔尔这时候才有时间表达歉意 之前都是自己的疏忽 才让爱丽参与厮杀的场面 谁知小女孩却不以为然 表示自己并不是第一次经历那个 乔尔的心中烧安 主动将手枪还给了爱丽 并教她如何更加稳固地握住手枪 这可不是隔离区学校教的那些普通枪械知识 显然乔尔算是彻底认可了爱丽 不再将她当成累赘或者货物了 而另一边的反抗军 经过半天的搜索 总算有了新的发现 他们在一处阁楼中 看到不少小孩子的画作 地上还堆积了一些空瓶罐头 凯瑟琳笃定这些都是老对头亨利留下的 可能因为食物耗尽 他便带着孩子去了别处 忽然楼下的房间内传来动静 吞完进去查看 中间地板出现一处明显的凹陷 女人大骂一声 飞快退出门外 她知道地下隐藏着可怕的东西 吩咐手下封锁大楼 如今还是先找到那些捣乱分子在说 而此时的乔尔和爱丽 已经来到一处废弃大楼 这里足足高达42层 乔尔决定尽量往上爬 越往高层越安全 天亮之后还方便观察逃离路线 爱丽有些想不通 当初那位伤者求救时 乔尔是如何看破对方伪装的 男人有些黯然 其实自己什么也没发现 只是他从前也干过类似的事情 为了获得生存物资 没有什么事情是人类干不出来的 想要生存下去 就不要相信任何人 两人爬到40层左右后 乔尔随便选择了一个房间准备休息 他还谨慎地在门口洒了一些玻璃碎片 防止有人悄无声息地潜入 男人心中有些愧疚 他觉得爱丽太小 不该这么早认识到世界的残酷 谁知小女孩突然提出一个问题 你知道腹屑是会遗传的吗 乔尔被弄得莫名其妙 爱丽很快公布答案 这叫家族遗传时 乔尔的脸色顿了顿 转过身后彻底绷不住 忍不住笑出声来 这个房间虽然狭小阴冷 但却逐渐变得文心起来 也不知过了多久 乔尔被爱丽急促的呼喊声唤醒 可迎接他的 却是两个兵沦沦的枪口 以上就是最后生还者的第四集内容 感染者大军倾巢而出 幸存居民遭受灭点之灾 大家好我是阿琪 今天继续带来最后生还者的第五集内容 堪萨斯城的反抗军 终于推翻了当局的残暴统治 所有居民齐去广场不停欢呼 接下来便是对残余势力的血腥倾角 当然其中的通敌者也不能放过 这些人原本也是城里的底层居民 可为了换取更多的生活物资 他们竟然偷偷向原先的统治者泄露机密信息 反抗军领袖凯瑟琳对此深恶痛绝 向副手下达了全部格杀的命令后 再次强调务必抓住亨利兄弟 而此时的城区街道上 一队队反抗军正在四处搜捕 亨利兄弟俩凭借对地形的熟悉 总能一次次躲过反抗军的视线 两人绕了几圈后 悄悄走进一家废弃的名宅 却没想到黑暗中突然冒出一道身影 亨利看到对方后暗暗松口气 原来俩人是相识多年的好友 城中动乱时便约好在这个隐蔽的阁楼中避难 只不过携带的食物并不多 亨利算了算 最多坚持11天的时间 街上的反抗军还在大肆搜捕他们 亨利看到弟弟山姆躲在角落里闷闷不乐 立刻换上轻松表情 便系法般掏出一袋颜料笔 四周墙壁上多出一幅幅卡通画像 这让山姆很快忘记了如今的困境 已经许多天没有回来了 亨利心中已经明了 他应该是被反抗军抓住了 为了不透露亨利兄弟的藏身之处 这个老人一须已经殒命了 外面的反抗军还在四处搜索 亨利知道是时候离开这里了 可弟弟山姆紧张到不行 男人看了看墙壁上的超人图画 故作神秘地让弟弟闭上眼睛 接着用颜料在他脸上轻轻一抹 摘一看上去 像极了壁画上的小超人 山姆立刻露出轻松笑容 就当兄弟俩准备出去时 门外突然传来枪战声 亨利悄悄探头望去 正是乔尔在和城内的反抗军对战 他的心中微微一动 远远跟着对方来到一处大厦内 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 直接潜入房间将乔尔和艾莉抓住 不过亨利并不打算杀人抢物资 而是想跟他们谈合作 四人都是反抗军抓捕的对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们是天然的盟友关系 亨利对这里的地形很熟 他知道一条隐蔽的路线通往城外 乔尔心中警惕大增 你能自己跑路 为什么找我合作 亨利有些无奈 他这辈子从没杀过人 需要善战的乔尔帮忙开路 看到艾莉和山姆已经打成一片 乔尔终于答应了合作 亨利连忙掏出一张白纸 堪萨斯城的四周布满了反抗军守卫 掏出城的唯一办法 就是利用地下隧道 乔尔心中有些奇怪 既然不会遭遇反抗军守卫 那要他对付什么敌人 亨利的神色有些严肃 这座城市之所以没有感染者 是因为他们全被赶到了地下 乔尔的脸色一变 那咱们去地下隧道不是着死吗 亨利万分肯定地表示 隧道中的感染者很少 最多碰到一两只 乔尔知道这样虽然有些冒险 却是目前唯一的逃生办法 一行四人匆匆来到地铁站 他们要通过地下隧道 逃出满是反抗军的城市 前方的道路幽暗无比 几人压低脚步缓慢前行 小心翼翼地提防着 随时都会出现的感染者 好在没过多久 他们发现一处隐蔽的暗室 四周的墙壁涂满了彩色图案 地上散落着不少生活物资 乔尔对此见怪不怪 真君刚刚爆发时 不少幸存者都躲在地下避难 可惜最终还是消失了 艾莉和珊姆却不管这些 不停翻找着心情玩具 他们生长在末日后 根本体会不到真君爆发时的残酷 亨利的脸上满是欣慰 他已经很久没看到弟弟这么开心了 乔尔突然理解 亨利为什么选择当通敌者了 在末世下想要养活弟弟 必须得到更多资源才行 亨利却是叹了一口气 事情哪有这么简单 否则反抗君也不会如此 大动干戈地寻找他们了 原来他的弟弟山姆患上了白血病 唯一的救治办法 便是找统治者换取药物 因此亨利不得不出卖 并害死了自己最崇拜的反抗君领袖 而现任反抗君领袖凯瑟琳 正是后者的亲妹妹 这也难怪他的亨利兄弟恨之入骨了 乔尔听完后久久无语 心中却无半点责怪的意思 想在末日下生存下去 又有几人能够做到问心无愧的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乔尔四人很快穿过隧道 异常顺利地来到城外 天真的艾莉已经开始劝说亨利兄弟 一同前往怀俄明州了 可乔尔却是满脸的不同意 艾莉像是早就料到了他的反应 一声枪响打破沉寂 乔尔几人连忙躲在车后 不远处的阁楼上居然有人狙击 乔尔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叮嘱艾莉待在原地不要动 他要绕过去解决对手 乔尔掐着枪声的节奏 不停更换着左方一点 好在对方的枪法并不准 乔尔距离狙击阁楼越来越近 悄悄推开防门后 他将脚步声压到几地 总算顺利抵达二楼 想不到狙击者居然是位白发老者 乔尔示意只要放下武器便能活命 谁知下一刻 乔尔拿起狙击枪正准备离开 对讲机里忽然传来反抗军首领凯瑟琳的声音 增援马上就来了 男人立刻对着窗外大喊着快逃 可惜还是太迟了 一大帮反抗军已经赶来 领头的重型抄卡 直接对着埃里几人碾压而来 好在关键时刻 阁楼上的乔尔一枪入魂干掉了司机 失控了卡车某个撞进路边的小屋 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刚刚下车的反抗军吓了一跳 带烟尘逐渐散去 凯瑟琳开始带人四处搜捕 阁楼上的乔尔搜到墙后 此时反击也是无济于事 而躲在车后的亨利知道 自己这边迟早会被发现 为了艾莉和珊姆 亨利猛地站了出来 他只求凯瑟琳能够放过两个孩子 使之对方直接摇头拒绝 在漠视下孩子也是会死的 当他准备开枪射杀亨利时 刚刚爆炸的卡车突然下线 想不到阁楼废墟下 居然隐藏着一个深坑 里面不断传来低沉的嘶吼声 就在下一刻 一大群变异感染者 突然从深坑中爬出 汉布威斯的扑向一旁的反抗军 即使他们的火力在吗 也丝毫抵挡不住感染者的扑咬 亨利第一时间和两个孩子会合 带着他们朝着安全地带旁去 可惜很快就被感染者冲散 阁楼上的乔尔连忙点着掩护 艾莉反应很快 贴着地面迅速前行 甚至钻进一辆废弃汽车中 可就在这时 深坑中居然爬出来一只体型庞大的感染者 她的力气明显要大上许多 副手催促凯瑟琳先走 随即朝着高大感染者疯狂扫射 可在下一刻 副手便落了一个伸手力出的下场 艾莉所在的汽车中 突然钻进来一只身材矮小的感染者 小女孩吓得仓皇二逃 恰好看到困在汽车底下的亨利兄弟 此时的她也顾不上许多 连忙朝着二人跑去 哥欧上的乔尔急得不行 连连开枪点射 艾莉立刻掏出匕首 一刀一个干掉两只感染者 三人总算成功逃脱战场 随着凯瑟琳突然持枪出现 艾莉脸色煞白 那只体型矮小的感染者再次现身 猛地扑向了凯瑟琳 已经下楼的乔尔 立刻带着几人离开 只留下茫茫多的感染者 朝着居民区跑去 远离城市的废弃小楼内 惊魂未定的乔尔不停喘着粗气 艾莉和珊姆却跟没事人一样 正在津津有味的看着图书 亨利催促两个孩子赶紧睡觉 可艾莉天生叛逆 等房门关上后 她又叫起了珊姆继续看书 只不过小男孩的神情有些沮丧 她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 你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 艾莉想了想 表示最怕世界上只剩自己一个人了 而珊姆害怕的是 一旦感染后 内心还是原来的自己嘛 随后她便撸起裤腿露出肾血的咬痕 艾莉脸色一变 但很快恢复镇定 曾经她也被感染折了过 也许自己的血液就是解药 只见艾莉用匕首割开手掌 将自己的鲜血涂抹在珊姆的伤口上 可小男孩还是有些担心 请求艾莉陪自己保持清醒 后者答应得很痛快 可还是不小心睡到了天亮 她看到珊姆默默地坐在床边 正想上前打个招呼 谁知对方猛地扑了上来 房间外的亨利也是一惊 想先一步捡起手枪 本能地朝着事变的珊姆射去 当弟弟的血液缓缓渗出 亨利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亲手杀死了弟弟 于是他又将枪口对着了自己的脑袋 外面的天空阴沉得可怕 乔尔将亨利兄弟埋在一片绿色草地上 艾莉把珊姆生前使用的记事本放在土堆前 上面写着三个字 对不起 因为他没能陪着珊姆一直保持清醒 乔尔全程都没出现安慰 因为丧失末日下 每个人都得经历太多的遗憾和抱歉 以上就是最后生还者的第五集内容 美之真君席卷全球 末日之旅还在继续 初冬来临时 乔尔带着艾莉已经抵达欢乐明州 只是这里地管人稀 别说寻找弟弟了 就连一个人影都没见着 两人转了大半圈 总算发现一个独立的小木屋 里面住着一对乐观的老人 面对突然闯入的乔尔两人 他们表现得异常淡定 尤其是见到古灵精怪的艾莉后 仅剩的一丝戒备也荡然无存 老人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 再三警告乔尔 千万不要越过森林中央的死亡场合 因为对岸的人口比较密集 可能存在大量感染者和掠夺者 乔尔此行就是来找人的 肯定要去核对岸看看 谢过两位老人后 他带着艾莉再次出发 两人走过矮矮的雪地 踏过枯黄的野草 总算看到一条碧绿的长河 他们准备就在岸边休息一晚 这里地管人稀 几乎没有感染者 乔尔越大胆地升起篝火 天空中映射着绚丽的极光 艾莉十分享受现在的生活 生在阁里区的她 原先只能在图书馆 了解外面的世界 如今距离目的地越来越近 她已经在考虑 研制出解药后的生活了 乔尔的想法很简单 她只希望能和弟弟 找个没人的地方 见得小木屋 圈养一些牛羊家畜 眼看天色江岸 乔尔让艾莉赶紧睡觉 她要坐在原地守夜了 结果第二天一大早 乔尔猛然从梦中惊醒 却看到艾莉举着枪处立一旁 乔尔坚守最后一丝倔强 施则艾莉应该寒醒自己来守夜的 小女孩也不辩解 乖巧的点了点头 两人一路前行 很快遇到一座横跨长河的铁桥 乔尔是叹性的放了几枪 等了半天没有任何反应 看样子对面还算安全 两人顺利跨过长河 艾莉忍不住嘀咕 这里也不像木屋老人说的那般危险 他们就这样顺着河流一路前行 远远看见一条大把横断在长河间 乔尔告诉艾莉 这在末日来临前 可是一个大型发电站 就在这时 山坡上冲出来几个骑马的陌生人 乔尔根本来不及反应 便被来人团团围住 这群人的脸上充满敌意 直接放出一条猎狗 打算试探乔尔有没有被感染 乔尔表面不动声色 心中却是紧张的不行 艾莉虽然是个免疫体质 可保不准体内携带病毒 眼看猎狗距离艾莉越来越近 她只感觉脑袋瘟鸣一片 却又什么都做不了 好在猎狗并未发现任何异常 乔尔赶紧到处来了 自己是来找人的 名字叫做乔尔 其中一位黑人女子缓缓走出 眼神似乎有些闪动 画面一转 乔尔和众人一起在平原上策马黄奔 很快抵达一处人类社区 穿过厚重的防护栏后 眼前的景象瞬间一变 谁敢相信 这里居然是末世后的幸存营地 相比外面的凄凉与混乱 这里简直就是人间天堂 所有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笑容 乔尔一路观望 远远看到正在休憩房屋的弟弟汤米 兄弟俩分别大半年 总算在这里再次相遇 乔尔的眼中忍不住泛起来话 眼前的男人可是自己唯一的亲人 几人很快来到一家瘦大的饭店 乔尔和爱丽开始大快躲移 他们很久没有好好吃一顿饭了 汤米心中也是激动无比 郑重地向哥哥介绍了自己的妻子 他的名字叫做玛丽亚 因为汤米经常在他面前提及乔尔 所以之前在城外 玛丽亚才率先认出了他 这个女人可是营地中的元老 花了足足七年时间 这里才有了现在的人气和繁荣 因为早早销毁了所有无线店 这些年从来没有大的势力盯上他们 而社区在两年前就已经通电 店里来源正是乔尔之前看过的水电站 如今畜牧养殖也不入了正轨 换句话说 这里完全可以做到自给自足 所有资源统一由委员会分配 已经算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了 了解完社区后 乔尔决定和弟弟单独谈谈 他可不是过来养老享福的 目前最重要的 还是将艾莉送到火婴基地 水之汤米的眼神开始闪烁 他知道乔尔这次来是想带自己离开的 可他早已适应了现在的生活 也不想跟着哥哥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 乔尔还是有些不死心地继续劝说 水之汤米忽然来了去 自己就要当爸爸了 他很期待接下来的人生 乔尔的眼神瞬间暗淡下来 表示自己明天一早就会离开 此时的他瞬间苍老许多 甚至感觉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 他看见喧闹的人群中 站着一道熟悉的背影 他的亲弟弟可能也要离自己而去了 而此时的艾莉已经在汤米的家中 洗了一个美美的热水澡 他的房间还保留着不少曾经的老物件 卧室里还叠放着几件干净衣服 这是玛丽亚特意为艾莉准备的 小女孩好奇地拿起一个透明塑料盖 看完说明书后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 客厅中的壁炉上 摆放着一个小黑板 上面写着两个一过孩子的名字 询问玛丽亚后才得知 其中一位叫做沙拉的女孩 居然是乔尔的女儿 经过一番惊心的打扮 艾莉被玛丽亚带到一家电影院 这在漠视下可是相当奢侈的事情 但小女孩并没有心思看电影 全程都在晃着脑袋左顾右盼 而此时的乔尔正在库房中黯然伤神 弟弟汤米给他带来一双崭新的靴子 他也感觉自己有些对不起哥哥了 乔尔没有继续接话 反而提起了艾莉的身世 女孩体内的抗体也许能够拯救世界 必须将她送往火影基地才行 这也是死去泰斯的遗愿 乔尔原本以为能够顺利完成任务 可在路上经历许多事情后才发现 他真的已经老了 再也不如从前那般强大 有时候甚至还要艾莉出手帮忙解决敌人 如果继续下去 他总有一天会害死艾莉 目前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年轻力壮的汤米继续护送艾莉 弟弟听完后沉默良久 表示明天一大早就带他离开 和汤米会别后 乔尔来到了艾莉所在的房间 却看到对方脸上挂满了油伤 原来他电影看到一半时 便出来寻找乔尔 无意中听到了兄弟俩的对话 艾莉从小就是一位孤儿 早就将乔尔当成了唯一亲人 如今对方却以安全为由将自己抛弃 小女孩心中满是怒意 她认为跟其他人一起冒险 自己只会更加害怕 乔尔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接着便转身离开了 回到房间后 他在床上久久无语 脑海中再次浮现出女儿的身影 第二天一大早 汤米和艾莉收拾好装备 刚刚来到马厩 却看到乔尔已经准备多时 经过一夜的思考 他决定还是由自己带着艾莉出发 艾莉像是早就撂到一般 飞快跳上马背 汤米将自己的狙击步枪送给哥哥 并叮嘱对方完成任务后 回来这里生活 乔尔带着艾莉很快离开社区 经历这件事后 他开始传授小女孩一些生存本领 默示下靠人不如靠自己 艾莉学得也很快 尤其在某些方面更是无视自通 两人骑着马经过好几天的跋涉 穿越了密集的丛林 踏过了广袤的平原 总算来到城市边缘 他们要找的火银总部 就在城市中央的大学城中 顺利抵达目的地后 艾莉开始想象这里的大学生活 乔尔耐心地给他一一讲解 一群猴子突然出现在视野中 艾莉猜测是从实验室里跑出来的 说明火银基地所在的生物大楼不远了 可当两人抵达时 发现门口并没有守卫 乔尔逐渐升起不好的预感 果不其然 大厅中的杂物散乱一地 却没看到任何人影 桌上的搬运清单 说明火银应该搬去别的地方了 忽然楼上传来动静 乔尔端着墙慢慢靠近 叮嘱艾莉小心后 他猛地推开房门 乔尔啊啊松了一口气 看板上挂着一幅巨大地图 所有箭头都汇聚到一个点 火银应该全都搬去掩护城了 忽然窗外传来嘈杂声 探头望去 居然是几名掠夺者出现 乔尔连忙带着艾莉下楼 打算悄悄离开这里 却不想正准备上马时 一名掠夺者忽然现身 乔尔转身躲避 猛地勒住对方脖子 在一用力成功解决敌人 可他的小腹也被捅了一刀 乔尔刚刚拔出匕首 又有几名掠夺者出现 两人飞快上马朝着忍方逃去 艾莉拔枪连连射击 总算顺利摆脱了追兵 可乔尔也因为失血过多 逐渐失去意识 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艾莉焦急地上前查看 可对方一点反应都没有 小女孩的脸上满是绝望 之前都是乔尔默默打理好一切 自己甚至要去哪里都没操心过 如今户在身前的巨墙倒塌了 他又该何去何从呢 以上就是最后生还者的第六集内容 上集说到男主乔尔 在一次冲突中身受重伤 跑路时因为失血过多晕死过去 小女孩艾莉费了好大气 才将他拖进附近的小木屋中 可一路上留下的痕迹他明显 如果有追兵的话 见对方无动于衷 他猛的一把将棋推开 现在可不是交情的时候 艾莉心中也明白这个道理 深深看了乔尔一眼后 毅然转身朝着门外走去 可当他接触到门把守的一刹那 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涌上心头 半年前的莱莉 还是隔离区内的一名训练生 和他一起的还有许多年纪不大的孤儿 忽然一名高个子女生 抢走了艾莉的耳机 后者本就是脾气火爆的主 直接抡起拳头砸了过去 结果艾莉的左眼圈黑了一大块 而高个子女生脸上缝了15针 负责训练的教官十分无奈 艾莉在这个月已经关了三字禁闭了 她不想再延续之前的做法 像艾莉这样的训练生 未来只有两条路可走 表现差的就转直成低等兵 每天重复着枯燥的巡逻工作 说不定哪天就被火银的人一枪干掉 只有遵守规则的人才能成为军官 过着难以想象的舒适生活 甚至还能随意教训高个子女生那样的人 艾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种 教官这次也没再处罚 甚至还将收缴的录音机还给了她 经历此时的艾莉 决定做个遵守规则的好孩子 一到睡觉时间就准时熄灯 谁知半夜时分 一到身影偷偷从窗户口爬了进来 警觉的艾莉一个闪身将对方推倒 定睛一看 居然是失踪一个月的好友莱莉 艾莉的心中满是怨气 为什么要不声不响地消失一个月 莱莉没有搭话 沉默一阵后忽然来了剧 她加入了火影组织 艾莉顿时齐齐 她从小就被教官教导 火影组织是导致动乱了根源 莱莉也没辩解 反而有些神秘地表示 要带艾莉度过这辈子最美妙的夜晚 隔离区一直都处于宵禁状态 两个小女生一边躲避守卫 一边朝着远方黑暗中走去 来到一处废弃名宅后 两人一起熟练地翻了进去 艾莉十分好奇 你到底想带我去哪里 莱莉却一直摇头不肯回答 保持神秘才能获得惊喜 转眼间两人来到一处过道 前方的地板上居然躺着一具尸体 艾莉也是大条无比 静止走过去仔细查看一番 猜测对方可能是因为喝酒时吃了药片 这才悄无声息地死在这里 她的心中毫无波澜 甚至还收起了死者没喝完的酒水 忽然一声巨响传来 尸体就这样随着腐朽的木板跌入下层 惊吓过度的两人 赶紧喝些酒水压压惊 艾莉想要摸摸莱莉配发的手枪 她始终对火鹰组织带着几分敌意 隔离区内的几次火力冲突 都是他们发起的 莱莉变得有些沉默 她在一个月前的晚上出来闲逛时 无意中遇到了火鹰首领马领 对方述说的一些理念 让她触动很大 至于具体是什么 待会就能感受到了 两人说话间翻过了一栋栋楼顶 最后来到一栋巨大建筑前 艾莉有些吃惊 这不是被救灾局列为禁区的商场吗 莱莉笑着点点头 随后便带着艾莉从一处破洞口 潜入了商场内部 小女孩好奇地环顾四周 这不就是一间普通的配电房吗 莱莉说惊喜马上就要降临了 随后便让艾莉独自穿过镜头的房门 艾莉心中带着几分期待 很快穿过房门来到走廊处 伴随着发电机的轰鸣声 女孩的眼前一亮 一个五彩斑斓的末式商场显现出来 艾莉的心中满是震撼 她这一辈子也没见过如此美景 艾莉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玩意 独自在电梯上玩得不易乐呼 莱莉有些无语地将她强行拉了下来 可别在这里浪费太多时间 街道的四周全是一些来不及关门的店铺 虽然里面的商品都被洗劫一空 不过艾莉能够想象出来 在末世来临前 这里到底有多么繁华 走在前方的莱莉突然停下脚步 神秘兮兮地让艾莉闭上眼睛 小女孩心中惊喜 任由对方领着自己 转眼间便来到一处旋转木马前 对于这种只在书本上见到的东西 艾莉又是好奇又是欢喜 甚至还不忘掏出美酒庆祝一番 直到她的新鲜感彻底消失 莱莉突然有些郑重地开口说道 隔离区的平民在救灾局的统治下 每天只能干着繁杂的工作 以换具有限的生存物资 而火营组织存在的目的 就是推翻救灾局的统治 让所有居民重归末日来临前的生活 不过艾莉还是有些无法认同 等自己长大后成为管理者 完全可以改变这一切的 莱莉却是苦笑着摇摇头 上个月她刚满17岁 可教官分配给自己的任务 却是看守下水道 她不想一辈子看着别人产大粪 所以选择逃离这里加入火营组织 艾莉突然变得有些沉默 也许自己还是太天真了 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 哪是她能轻易打破的 随后两人逛遍了商场中的每个地方 并且体验了风靡一时的大托贴 虽然打赢出来的效果不是太好 当他们来到一家游戏厅前 艾莉更是惊得目瞪口呆 各式各样的游戏机让她眼花缭乱 就当两人难得忘乎所以时 却不知走廊尽头的黑暗角落中 一位尘射的感人者猛地苏醒过来 莱莉有些兴奋地表示 是时候前往下一站了 谁知艾莉突然沉默下来 自己该回训练营了 为了成为管理者 她不想担对了早课 莱莉没有阻拦 不过她还准备了一份礼物 艾莉顿时眼前一亮 有些小激动地跟着对方来到一家面包店 原来这里便是莱莉平常居住的地方 只见她从背包中掏出一本破旧的书籍 正是艾莉最喜欢的双关与大权下策 就在这时 艾莉看到货架上摆放着一排手雷 这些可都是收割人命的利器 莱莉连忙解释 自己绝对不会将它用在平民身上 艾莉反应很快 这是你一个新兵能决定的吗 随后便气氛地转身离去 追出来的莱莉有些急了 连忙表示自己将被派往亚特兰大的隔离区 今天便是留在这里的最后一晚 艾莉的脸色更加阴沉 想不通最好的朋友为何要抛弃自己 也不耐对方解释 她便气愤地拂袖而去 可刚刚走出通道口 艾莉忽然恢复了一些理智 她不该就这样和好朋友道别的 随后便再次转身走回了商场 忽然不远处传来一阵惊呼声 女孩担心好友遇到危险 脚上的速度不有变得急促 直到靠近了声援才发现 只是一个会发生的不偶 这是莱莉给她准备的最后一个惊喜 艾莉心中的怨气 双亡的她加入火影组织虽然不长 但她真切感受到了家庭的氛围 这种伴随着伟大理想的归属感 让她无法拒绝组织的任何决定 艾莉没有继续挽留 如今她能够给予的只有祝福了 莱莉的心情瞬间好了许多 她决定再来一场最后的狂欢 伴随着欢快音乐 两个人戴上古怪头套 开始在柜台上尽情狂舞 当音乐声逐渐消失 艾莉含情默默地望着莱莉 再次请求对方留下来 随着莱莉刚刚点头答应 外面忽然传来嘈杂声 两人同时感觉到危险降临 一位感人者怒否着窜了出来 莱莉开枪可并未击中对方要汗 只能带着艾莉疯狂跑路 随着感人者很快扑了上来 艾莉立刻掏出匕首 对着感人者一顿猛炸 就当对方准备下口时 莱莉一击梦归 堪堪缠住了感人者 艾莉抓住机会 手握匕首狠狠刺进了对方脑袋 第一次成功击杀感人者 艾莉表现得极为兴奋 可她很快察觉到 莱莉的眼神有些不对劲 原来自己的手臂被感人者咬伤了 不仅如此 莱莉的手臂也有一条深深的爪痕 两个人瞬间变得面如死灰 如今留给他们的只有两条路 站着没有感人前了结自己 这样最直接也没有痛苦 可莱莉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条 生命没累一切都完了 即便人生的尽头只剩下两分钟 她也要努力地坚持下去 回忆完一切的艾莉猛然醒悟 她不能再抛下自己的同伴了 之前的来历也许是无能为力 可如今的乔尔 无论如何都得争取一分 艾莉很快在抽屉中找到一卷针线 也不顾乔尔略带责怪又烧显欣慰的眼神 开始一针一线替她缝合起伤口来 以上就是最后生还者的第七期内容 可怜的乔尔虽然伤口被缝合 但却出现了明显的感染症状 艾莉一直在旁不离不弃 可这并不是长久之计 尤其是携带的食物已经所剩无几 她将仅剩的肉干绞碎放在乔尔嘴边 随后便拿着枪走出了小木屋 环顾四周后 并未发现追兵的踪迹 艾莉稍稍松了一口气 迈着步伐缓缓朝着树林深处走去 她必须尽快猎捕到食物才行 只不过天寒地动本就动物稀少 再加上艾莉的生存技能不过关 直到临近正午 她才看看发现一只倒霉的尔鹿 选好狙击位置后 脑中回忆起乔尔的教导 手上用力扣动扳机 野鹿虽然被击中 可惜并未当场死亡 结果被两位陌生男子摘了桃子 他们还在考虑要不要带走时 艾莉大吼一声 举枪出现在不远处 粗不及防之下 两名男子只好放下步枪举手投降 其中有一个人自称牧师 看上去十分淡定 她知道艾莉无法独自拖走整只野鹿 表示要用物资交换 艾莉心中一动 立刻询问有没有治疗感染的药物 牧师点点头 她所在的营虎镇 存有一些抗生素 艾莉当即答应用一半的鹿肉换取药品 牧师看上去很有诚意 立刻招呼同伴回去拿药 随后便主动拖着野鹿 来到废弃的小木屋中 两个人围着火堆坐下 开始有意无意的聊了起来 牧师觉得艾莉一个人在外很危险 想邀请她前往自己的营虎镇 那里是个幸存者 自发聚集起来的度假村 之前一直过着自己自足的日子 只不过这个冬天特别漫长 种植的作物无法生长 连野外的猎物都少得可怜 前几天营虎镇中恰好有人去世了 她的女儿希望父亲能够得到安葬 可牧师却当场拒绝了 现在的土地太硬 必须等到开城后才能掩埋 为了带领大家渡过寒冬 牧师便带着副手来到森林中打猎 却不想恰好遇到了小女孩艾莉 牧师说自己曾经是位老师 后来才转职成了牧师 艾莉听完后略微放松警惕 不为其他 只是因为老师变成牧师的谐音梗 莫名戳中了她的独特笑点 随着牧师的脸色很快阴沉下来 因为前几天死去的同伴 正是外出寻找物资时 被一位带着小女孩的男人杀死的 艾莉反应过来是已经晚了 牧师的同伴忽然举枪出现在门口 好在牧师没有伤害艾莉的意思 叮嘱同伴扔出刚刚取回的抗生素 艾莉也不敢再提露肉的事了 捡起抗生素飞快朝会赶去 看着乔尔逐渐溃烂的伤口 艾莉再次迷茫起来 抗生素应该注射到哪里呢 略微思索一番 她便咬牙对着伤口附近猛个扎了下去 该做的全都已经做完 如今剩下的只能祈祷和等待了 位于森林边缘处的营火镇内 街道上处处透露着末日下的荒凉 两个人正在为所剩无几的食物发潮时 一位男子端着新鲜的肉筷走了进来 但食材加工完毕 所有幸存者齐聚在食堂内 忽然大门被推开 牧师带着抢夺的野鹿回来了 所有人顿时沉默 他们碗里装了又是什么肉 牧师的脸色有些难看 连忙转移话题 他已经发现了之前伤害同伴的男人和女孩 明天就召集人手寻找对方的住处 死者的女儿斥责牧师应该当场报仇的 谁知后者直接上前一巴掌 接着又满脸和尔地告诉他 现在我才是你们的父亲 应该懂得什么叫做尊重 现场众人全都沉默了 直到牧师结成的祷告完毕 大家这才开始大口吃着碗中肉块 时不时传出的餐具撞几声 仿佛在歌颂着食物的美味 转眼来到第二天 艾莉看了看乔二的伤口 相比昨天果然好了许多 于是她再次补了一针 打开木屋的大门 温暖的阳光投射进来 可艾莉根本无心享受 而是开始缠起雪来 她还要照顾这匹可靠的老马 忽然远方的天空有飞鸟被惊动 艾莉顿时感觉不妙 顺着飞鸟的方向 悄悄前过去查看 想顺着她的痕迹找到受伤的乔二 不过牧师还是叮嘱了一句 对于艾莉最好能抓活的 而此时的艾莉也是焦急万分 无论如何呼唤 乔二仍然属于昏迷当中 她只好将自己的匕首留下 叮嘱要是有人来了 你就杀掉他们 而她自己则飞快跑出地下室 一栋木柜夺死入口 随后便起码朝着牧师等人方向奔去 她要将这群不速之客引开 给予乔二最大的生还机会 可这些人也不是吃素的 直接一枪射中马匹 巨大的冲击力让艾莉陷入昏迷 没上来的众人还想补枪 牧师连忙开枪制止 这个女孩她要带回小镇 另外再留两个人把马拖走 剩下的三人负责干掉乔二 其中的大胡子运气爆棚 搜索的第一间房屋 正是乔二躲藏的地方 她也发现了有人居住的痕迹 开始悄悄挪动地下室路口的木柜 虽然极力压低了响动 可还是惊醒了昏迷中的乔二 当大胡子顺着楼梯 靠近带写的床板时 乔二突然窜出 一刀扎入她的脖子 直到对方彻底没了动静 乔二这才松开 颈内脖子的双手 没过多久 搜索乔二的其他人 已察觉到同伴失踪了 四处找人时 却不想中了乔二设下的圈套 结果剩下的两人全被擒惑了 乔二果然是个人狠话不多的主 一通残酷的审讯后 很快逼问出了 盈虎镇所在的位置 此时的她也是怒火中烧 趁着自己昏睡时 居然连那小女孩都不放过 盈虎镇的所有居民全都该死 而此时的艾莉也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自己被关在一间体笼中 外面的牧师仍然满脸和蔼 她觉得艾莉一个人 很难独自在末世中生存下去 不如加入盈虎镇开启新的生活 艾莉已经认识到对方不是好人 全程一言未发丝毫不予理会 直到对方离开后 她才开始四处找寻逃脱的机会 谁知下一刻 小女孩顿时惊得目瞪口呆 前来送餐的牧师也察觉到了异常 顺着她的目光 很快看到了角落中的人儿 艾莉顿时想到了什么 再看看餐盘中的肉块 大骂牧师是不是也要将自己剁碎 或者无奈地摇摇头 你批翻的只是鹿肉而已 至于其他居民为了填饱肚子之人 这也是十分无奈的选择 作为小镇的守护者 她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家饿死吧 而乔尔为了保护艾莉 也不惜杀死其他人 两者的本质其实很像 艾莉像是有所感悟 激荡的情绪稍稍平复下来 牧师连忙趁热打铁 自从两人第一次相遇 她就觉得艾莉是个天生的领导者 果敢冷静又不是勇敢 而她自己总有老去的那一天 小镇的居民正需要 艾莉这样的人继续庇护 艾莉变得更加沉默了 她突然提及了受伤的乔尔 询问牧师能否放过对方 牧师听完后大喜 这也是领导者必备的责任心 当即表示只要艾莉加入 什么条件她都能答应 艾莉像是彻底被收服 缓缓伸出自己的双手 谁知下一刻 艾莉用力掰住牧师的手指 她想趁机夺取钥匙 可惜被一击重拳击退 被耍的牧师已经完全失去耐心 丢下一句准备成为晚餐吧 便转身离去 而此时的乔尔已经来到银湖之内 甚至雪地上残留的血迹 她来到一处偏僻的仓库中 这里存放了不少没用的物件 艾莉的背包赫然在列 看样子这里的居民没少抓捕幸存者 继续深入探查 乔尔发现了马匹的尸体 而后方的屋顶上 居然悬挂着几具冷冻的人尸 乔尔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而此时的艾莉已经被人强行拖出牢笼 她仿佛预料到了自己的下场 找准机会便咬了牧师一口 可这并不能阻止自己 被固定在巨大砧板上 艾莉只好大喊出声 我被感染了 被咬的牧师也感染了 随后她便展露出手臂上的伤口 两个男人心头俱正 艾莉抓住机会 直接抄刀砍翻一人 接着便迅速逃出了房间 可惜这里的大门紧闭 她只好随手抓起点燃的木棍 等到牧师靠近时 猛的用力扔了出去 却不想点燃了前方的窗帘 牧师没去管月少月旺的大火 而是四处搜寻起艾莉来 她很想知道艾莉的伤口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传说中的抗体携带者 艾莉也没打算坐以待毙 抄起一把匕首 猛了从她身后窜出 虽然还是被甩飞了 可她仍然没有打算放弃 随手捡起身旁的匕首 对着牧师就是一顿猛渣 当她退开餐厅的大门后 恰好遇到了刚刚赶来的乔二 小女孩这才心中大病 疯狂和无助瞬间消散 仿佛重新找回了坚实的依靠 以上就是最后生还者的第八集内容 乔二和艾莉度过营虎镇的危机后 再次踏上了寻找虎营总部的旅程 眼看距离目的地越来越近 小女孩艾莉变得沉默起来 她不再如从前那般闹个不停 乔二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一改往日的顾大叔形象 开始主动了解有意思的话题 因为她知道和火婴会合之日 也许就是两人的分别时刻 可他们都默契的没有提及此事 只是默默地寻找火婴总部的所在 两人很快走进一栋废弃大楼内 他们决定去楼顶观察四周地形 乔二用力将艾莉推上二楼 可对方刚刚放下梯子 整个人便跑得没影 乔二心中有些担心 连忙顺着梯子爬了上去 艾莉像是发现了什么新奇玩意 只是自顾自的不断狂奔 直到乔二喘着粗气支了上去 这才看到一只长颈鹿 正在探着脑袋啃着树叶 艾莉如同好奇宝宝般站立在原地 乔二笑着上前 摘下几根树叶递了过去 这让艾莉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 直到长颈鹿吃饱喝足后离开 艾莉才有些不甘心的跑去楼顶 竟然看到还有好几头长颈鹿 矗立在草地上 犹如与世隔离的人间净土一般 看着艾莉无忧无虑的模样 乔二的心中有些触动 忽然开口提议 要不咱们不去找火营了 其实现在的生活也不赖 此时的艾莉似乎成长了不少 她觉得做任何事都应该有始有终 咱们一路经历那么多 不能就这样半途而废 随后两人再次归于沉默 开始朝着医院所在方向进发 穿过一处隧道后 一排排一用帐篷映入眼帘 乔二认出这是末世爆发出 军方建立的紧急医疗营 乔二指了指额头上的伤口 当初她失去女儿莎拉后 第二天也被安置在一处医疗营中 那时候的她看不到一丝火下去的意义 这么多年过去了 如今的乔二已经能够毫无波澜地 提及女儿的名字 艾莉忍不住感慨 时间果然能够治愈一切 谁知乔二转头望向艾莉 治愈伤口的并不是时间 艾莉严盲点点头 她知道乔二口中的良药便是自己 随后便自觉地掏出双关与大圈来 两人谈笑间 忽然一枚震爆弹飘来 他们很快便在爆炸中失去直觉 当乔二再次醒来 发现火银首领马林出现在眼前 原来刚刚袭击他们的就是火银组织的人 马林对此感慨万分 她从波士顿分区来到这里 一路护送自己的军事折损大半 而乔二仅凭一己之力 就将艾莉送到这里来了 可此时的乔二只关心艾莉的安危 马林说她正在准备手术 组织的医生认为 艾莉体内的虫草菌 分泌出了一种化学信息物质 从而让细菌物认为 她就是自己的同类 这也是艾莉拥有免疫体质的原因 乔二心中不解 为什么其他感染者体内的虫草菌 不会分泌化学物质 马林的目光闪烁 她说艾莉体内的虫草菌 从她出生起就跟着一起生长了 接着便缓缓说出了一段十几年前的往事 一位年轻的孕妇 正在树林中疯狂逃窜 后方像是跟着什么恐怖的存在 女子一路跌跌撞撞 总算逃进一栋废弃的民宅中 此时的她再也忍不住了 找了一处隐蔽的房间 开始痛苦哀嚎起来 忽然门外传来剧烈的撞击声 女子刚刚逃出匕首 一名感染者便碰门而入 无法移动的她 只能等对方哭上来 再用匕首狠狠刺入 女子刚刚松口气 嘹亮的啼哭声响起 她的孩子出事了 可母亲的眼中充满了哀伤 因为她的腿部被感染者要伤了 当店夜里 她的好闺蜜马琳才顺着踪迹 一路找到这处民宅 可这位母亲已经处于变异边缘 她只能将爱丽托付给马琳抚养 并谎称自己是分娩完之后才被咬的 马琳根本无法拒绝闺蜜临死前的嘱托 答应一定会确保爱丽的安全 将人抱出门外后 马琳再次返回屋内 对着闺蜜扣动了扳机 而在母体中感染了虫草菌的爱丽 从此便拥有了特殊的免疫体制 乔尔的心中仍然不解 那现在你们打算怎么办 马琳告诉她 火营的医生准备提取爱丽体内的虫草菌 在实验室里进行细胞增殖 也许很快便能研制出真菌解药了 一旁的乔尔心思活落 他知道虫草菌是长在大脑里的 这不是要剖开爱丽的脑袋吗 马琳的脸色有些阴沉 为了整个人类的希望 如今只能牺牲爱丽了 她的内心也是愧疚无比 当初可是亲口答应爱丽母亲 要保护她的安危的 乔尔记得破口大马 可很快就被守卫一击干翻 马琳也没有伤害她的心思 命令手下将乔尔送到远方的公路边 可乔尔真的会眼睁睁看着爱丽去送死吗 他在两名守卫的押送下 很快知晓了手术时的所在楼层 趁着对方不注意 乔尔立刻抱起 一个反手手机 抢下武器后啪啪两枪 瞬间将人干翻 乔尔背起自己的背包 深吸一口气 毅然朝着楼上走去 他要将这里的守卫清理干净 救出生死不值的爱丽 即使敌人已经放弃抵抗 他也坚决不留虎口 子弹用光了 乔尔便抢夺敌人的武器 在他满级的射击技能下 地上很快倒下一地尸体 眼看手术室就在前方 乔尔的内心紧张起来 他不知道爱丽的手术是否已经完成 深吸一口气后 手术室的大门被打开 谢天谢地 爱丽的手术还没开始 战掉与此一声 随后便抱着昏迷的爱丽 匆匆朝外走去 当他抵达地下室 准备开车离开时 等候多时的马灵取枪出现 他觉得乔尔的做法太过自私 当你死亡后 爱丽又能在末日下坚持多久 还不如趁机给世界带来一些希望 乔尔心中大怒 这也不该由你来决定 马灵立刻反驳 那你更应该问问爱丽的意思 乔尔顿时陷入沉思当中 可当马灵缓缓靠近时 男人立刻扣动了手中扳机 他还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在世界与爱丽之间 他自私地选择了后者 画面一转 昏迷的爱丽从汽车后座上醒来 乔尔连忙开口 火影总部的研究失败了 他们无法找出制作解药的办法 后来劫匪袭击了医院 他好不容易才把爱丽救出来 如今一切终了 乔尔准备带着爱丽回到弟弟的隔离小镇 当汽车的油量耗尽 他们已经距离目的地不远 只要翻过这座高山便能抵达 也许是为了掩饰撒谎的愧疚 乔尔再次化身化牢 甚至还主动提起自己的女儿莎拉 相比于爱丽 莎拉更像女孩子 笑容更迷人 见小女孩不停撇嘴 乔尔连忙补充道 莎拉一定会喜欢你的 因为你非常有趣 可爱丽像是心中有事 突然停下脚步看着乔尔 他想起了死去的发小 也想起了死去的泰斯和山姆 这一切都是末世下的病菌带来的 如今他唯一想确认的 就是乔尔之前提及火鹰医院的一切是不是真的 乔尔定了定神 给出了肯定答案 以上就是最后生还者第一季的全部内容 有关寻找火鹰总部的剧情 就此告一段落 从广大观众的评价来看 这部剧还是非常成功的 其中最大的亮点 就是神还原了游戏里许多内容 可对于丧尸爱好者来说有些不友好 因为丧尸薄杀的场面实在少得可怜 这一集其实很多地方都在给第二季做铺垫 乔尔提及了要教艾莉弹吉他 还有艾莉要跟着乔尔前往绵羊农场和月球 种种细节只有资深游戏你才能体会 另外有没有人发现 艾莉的母亲其实和艾莉很像 因为她的扮演者 正是游戏里艾莉的配音 动作捕捉以及脸膜的原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艾莉母亲的扮演者真的就是艾莉的母亲 至于最后乔尔的选择 个人还是十分理解她的做法 世界不是因为艾莉变成这样 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去做就是主的 只要自己在乎的人好好活着 哪里顾得上整个世界 当艾莉最后询问乔尔有没有撒谎时 想必已经察觉出了什么 其实她的内心还是倾向于 牺牲自己拯救世界的 否则也不会提及那些 因为病君死去的好友了 只不过乔尔给出肯定答复后 她更不愿意相信自己的神圣使命 被眼前最信赖的人剥夺了 所以最终选择了相信乔尔所言 这也为第二季两人的分别埋下伏笔 不过这一集中乔尔的表现可圈可点 前八集加起来的台词 也许还没这一集多 完全化身化老的乔尔 无非就是想要调节离别前的气氛 后来更是为了艾莉 一梦之下化身恐怖杀手 带有一种猛虎清秀强威的强大气势 直到最后她也没坦白解药的事情 完全是在帮艾莉扛下所有的道德包袱 她不想对方独自承担 没有拯救世界的负罪感 也许这便是世界上最伟大 也是最深沉的父爱吧 最后阿琪想问问 本集中的哪出细节 深深打动了你